小象多多的故事也太悲惨了吧 从前他一直在马戏团工作 即使我不努力表演 也会有人喜欢我 但那里的饲养员对他拳脚相加 笼子里又黑又冷 别打我 直到多多遇到了一位小女孩 他们玩得很开心 我会翻跟头 数数 还有画画 小女孩很关心他 没关系 我不疼的 他们约定好去看春天的桃花 春天是什么 是你在身边温暖的感觉吗 可是之后马戏团离开了 于是多多自己逃了出来 有一天 阳光很好 我拼命跑啊 跑 从此他开始了一个人的流浪 看我捡到的新帽子 他的生活也重新开始 漂亮的花花 开满了花园 现在多多来到了淡宅岛 寻找带给他光明的小女孩 我 我捡到了一个春天 别拍手 十条门 不知 越是吧 我愛你